欧洲和拉丁美洲政治态势正大变 中国的机遇 南华早报评论版 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欧洲 右翼势力的崛起已经成为常态 例如在法国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和极左翼的反叛法国党的崛起 德国 波兰 瑞典 荷兰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种右翼浪潮使得欧洲的政治版图出现了分裂和变动 与此同时 在拉丁美洲中右翼和极右翼的统治地位被推翻 一股粉红潮兴起 墨西哥 阿根廷 波利维亚 秘鲁 智利 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的左翼政府相继上台 这些政府对中国表达了更多的倾向 并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产生了变化 这些政治动态的转变可能会削弱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 对中国而言则意味著新的机遇和挑战 然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和动态 因此这种趋势的具体影响仍难以预测 总的来说 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变革正在重新定义地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如果经济如此糟糕 卫石膜劳动力市场如此之好 蓬勃观点 现在的经济情况有些矛盾 企业业绩平平 卫石膜还在招聘更多员工 而且虽然美国工人工作时间减少 卫石膜老板还想要更多员工 可能的解释是 疫情以来 工人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 他们确实做得更少了 所以企业不得不雇用更多员工来填补空缺 这个解释是否符合经济数据呢 通胀率仍然在5%左右 经济增长缓慢不是因为总需求不足 更有可能是供应端和生产力的问题 新冠疫情是过去五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 对劳动力造成了损害 无论是工人的健康还是士气 一些工人仍然遭受住长期新冠后遗症的困扰 但生产力下降更加普遍 部分原因可能是远程工作的普及 虽然有研究显示远程工作可以提高生产力 但更多的研究还需要进行 并且结果也取决于工作安排的好坏 此外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心理健康危机 新冠压力和封锁措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工人生产力下降的问题更加令人困惑 如果工人的生产力低 为食膜还要招聘更多 关键可能是看每小时的生产力 而不仅仅是报告的工时 如果平均办公室工作者一天只工作两三个小时 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 尤其是远程工作者 所以 假设你是一位经理 注意到新雇员比现有员工更积极 更努力工作 根据这个假设 你决定雇用更多合约工人来完成明确且短期的任务 同时加倍努力让员工回到办公室 女孩们并不是无所畏惧 她们害怕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将女孩们标榜为无畏的标签并不是一种称赞 而是一种轻视 贬低了她们的活动严肃性和她们所面临的真正危险 以约翰斯 科尔文 拉宾和通贝里威力 强调她们的冲动和不加思索的行动 只是一种傲慢和剥夺权力的方式 将她们的行动解读为天真无邪 单纯相信改变可能性的举动 是一种方便的解释 使成年人可以逃避责任 女孩们并不是无所畏惧 她们害怕 她们的行动并不幼稚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为她们意识到不能依赖他人来拯救自己 她们的活动是对结构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威胁的深刻认识 虽然女孩们的恐惧并非独有 年轻男性活动家和非二元召集人同样面临住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将女孩们塑造成坚不可摧的形象 她们实际上是脆弱的 持续受到性别歧视和暴力的威胁 我们需要意识到女孩们的活动是对这种威胁的回应 而不是天真无邪的行动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逃避责任 我们应该支援和尊重女孩们的行动 而不是简单的以崇拜的态度对待她们 最后 我们应该摒弃将女孩们标榜为无谓的想法 而应该意识到女孩们的活动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恐惧 我们的世界需要改变 我们不能让女孩们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感到害怕 我们应该与她们一起行动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经济学和哈姆雷特的共同点 纽约时报评论版 这篇文章探讨了经济学对美德和品德的研究 并指出了经济学对于揭示和促进这些方面的重要性 赫克曼等人认为 美德是一种习德的实践 可以通过特定的干预措施来促进 他们将经济学的框架应用于个性和认知的培养 并探讨了早期儿童教育的长期影响 论文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他相信美德可以被习得 与哈姆雷特的台词相呼应 然而 经济学家涉足其他学科领域的风险 在于忽视了其他学者的贡献 并试图将经济分析强加于不适宜的领域 作者承认了这一风险 并置谢哲学教授对亚里士多德的指导 论文还涵盖了赫克曼对早期儿童教育长期效益的兴趣 他们回顾了佩里幼儿园专案的研究结果 发现参与项目的儿童在德性方面有所改善 并在后续的跟踪调查中 展现出更好的执行功能 积极人格 毅力和开放性精力 赫克曼表示 经济学家关注人们对激励的反应 这在其他学科中相对缺乏 他认为经济学的工具可以将人们行为的各种影响因素分开 有助于理解和塑造更美好的生活 总之 这篇论文强调了经济学在研究美德和品德方面的重要性 并提供了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的支援 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融合 为塑造更良好的个体和社会做出贡献 市场相信美国例外论 蓬勃观点 尽管美国政府分裂导致违约 但投资者继续将美国视为投资的地方 衡量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蓬勃美元现货指数 今年保持了其价值 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为5.25% 明显高于欧元区 英国 加拿大和日本国家 花旗集团的货币策略师认为 对美元的渴望部分 是由于对美国科技公司股票的需求激增 预计这些公司将成为新兴人工智慧繁荣的主要受益者 美国制造商在过去一年中的资本投资增加了一倍多 4月份的建筑支出达到近1900亿美元的年增长率 英特尔和福特等公司分别在2022年通货膨胀降低法案的支援下 在晶圆制造和电动汽车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美国仍然是外国投资者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过去一周出售的350亿美元7年期国债中有72.3%被所谓的尖尖买家占据 这一群体通常被视为外国投资者的代表 MSCI美国今年的表现比MSCI全球 不包括美国高出11.8%至6.2% 尽管人们担心美国的民主被打破 但现实使它艰难而混乱 但美国股票仍然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他们珍视民主和法治的持久力量 苹果昂贵的新耳机不容忽视 彭博观点 苹果于1月31日以Vision Pro耳机的形式宣布进入空间计算领域 因其作为必不可少的新计算平台的潜力而赢得了赞誉 这种潜力超越了头戴式设备在产生主流影响方面可能面临的挑战 虽然对消费者接受的可能程度持怀疑态度 主要是由于目前的价格为3499美元 但该产品的轻盈性和让旁观者保持可见的能力 使其比竞争对手产品更具优势 克里斯 克里斯蒂将扮演特朗普剧透者的角色 彭博观点 前新泽西州州常克里斯 克里斯蒂计划于6月6日宣布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 然而 他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 因为他的名义调查在1%-0之间 克里斯蒂可以致力于推翻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而不是进行可能是一场徒劳的共和党提名竞赛 诸如参议员吉恩 麦卡锡 Jean McCarthy参加1968年民主党初选以对抗越南战争 以及杰西 杰克逊 Jesse Jackson 1984年努力提升黑人和其他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民主党人等抗议活动 可以有效地推进政策或一套想法 偶像和我们的反弹时代 纽约时报评论版 HBO的新偶像 The Idol 揭示了反觉醒运动如何渗透到流行文化的输出中 莉莉罗斯 德普饰演乔斯林 一个精神不稳定的暴露歌手 他的崩溃似乎被节目的男性凝视浪漫化了 第一集提供的叙事似乎直接来自另一个时代 一个女性没有工具来呼唤有毒的男子气概的时代 评论家说 这是对好莱坞庆祝幸 毒品和辣妹的时代的怀旧回归 没有警号MeToo和BLM运动 美国人对民主的越来越深入的依恋 和对他被剥夺的日益恐惧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人们颠覆民主规范的意愿受到他们对对方意愿的看法的影响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人类行为》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当人们获得证据证明属于反对党的人的自我报告的意图相对较低时 它降低了受访者自己颠覆民主规范的倾向 作者认为 影响人们的看法可能会提供一种策略 以应对被认为来自另一党的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威胁 第三方观察者自然会关注共和党中非自由派系对民主所构成的风险 尤其是在特朗普正式参加2024年选举的情况下 我们的工作表明了另一种直观的策略 集中精力 说服普通共和党人相信民主党对民主的坚定承诺 这可能需要一项协调一致的宣传活动 并通过第三方的保证或昂贵的善意行动来可靠的展示这种承诺 这将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特别是因为两党对民主的定义如此激烈的相作 民主党可能认为种族划分的国会选区是确保少数族裔代表权益的必要手段 而一些共和党人则认为这种分类对民主原则是大逆不道的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阻止错误资讯使民主选择成为可能 而共和党人则认为民主党希望出于政治利益而审查观点 此外民主制度是由夸张的言辞推动的 对对方烂用权力倾向的夸大描述可以动员选民并帮助赢的选举 自由的政治竞争可能奖励那种扭曲选民对对方政党的看法的言辞 从而减少对维护自由政治竞争所需的保护措施的支援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在21世纪的自治面临的挑战 为时磨民主与独裁这种框架在美国精英中流行并不反映实际情况 捍卫民主的人很容易在认为对方准备做同样事情时破坏它 如果美国存在威权主义的风险 那并不是来自对民主的敌意 而是来自美国人对民主的越来越深入的依恋和对它被剥夺的日益恐惧 保险公司将引领不可避免的气候撤退 蓬勃观点 保险公司正在推高保单价格 试图使该国亦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保险和生活负担能力降低 Allstate宣布 在野火造成的多年损失和不足以支付成本的保费上涨之后 它将停止在加利福尼亚州制定新的房屋政策 加州最大的保险公司State Farm几天前宣布了类似的举措 然而 该州房屋保险成本低 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百分比 低于乔治亚州和西福吉尼亚州 和缺乏经济试用房意味着许多人继续生活在高风险的区 气候变化也推高了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州的干旱和极端高温风险 在这些州 人们遭受保险价格上涨 自然灾害加剧的风险越来越大 从灾害多发地区撤退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 必须加以管理 避免惩罚弱势群体 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评论